王妻 王妻深固于山中 臣无处为她寻骨 只能替她累一座衣冠空粉 请问长公主殿下 验什么 谁说我要验薛芳妃的遗骨了 薛芳妃就站在这里 而真正的将离早就被她杀了 埋在京城山上 王妻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对了 王妻 夫君忘了 李儿从小在这女堂 也没上过几天学 方正中见比例 平直中又显锋芒 自古百姓给罪臣翻案 就如同以民告官以下犯煞 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世间命苦之人那么多 为什么姜二娘子不信一切代价 排除万难 要去救那薛怀人 江相公 你的亲生女儿江离 就埋在京城山上 我已经找到那座坟营了 只要打开坟墓 让五座十股一验 便能知道 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父亲 看来今日长公主 是不肯放过我 来人 即刻前往青城山 将那一股带回来 既然长公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需要给我父亲一个交代 只因父女一诊 因我之事 是父亲为难 江家不拟 女儿实在愧对于父亲 你不要受得那么冠冕堂皇 我是为江家正清血吧 那就谢长公主 此时此刻 如此为江家着险 既然如此 那就传武做上 不必了 我与长公主素来 并没有交集 如今 长公主如此关心我江家的事 下官受宠若惊啊 只是 我还没有到老眼昏花的地步 我自己的女儿 当然认得清 哈哈哈哈 难道中书令 真的不想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是谁吗 这可是欺君之罪 长公主殿下 我知道我的女儿为了给好官翻案 得罪了不少人 只是 我的女儿单经节律 排除万难 我自然也不能落于其后 若是我连自家人都分辨不清 想必在九泉之下 我也无言面对江家的列祖列宗了 江家的家事 不该耗费陛下的时间 既然薛怀远 贪末案已结 那臣 就带着小女回家 江相国 今天这股 我一定要验 够了 陛下 你是天子 你怎么能容忍这些人如此蒙蔽你 你的天威何在 婉宁 朕已经很忍耐你了 再继续下去 你就是大逆不道 今日为好官平反的好心情全被你给搅了 你今日目无公归 在朝堂上死无忌惮 你错得离辅 来人 把长公主带回公主府 放手 你放开我 放开 放手 我是大燕的长公主 你敢动我 带走 赵燕 你敢管我 今天的请义到此结束 长公主若是不从 便是抗旨 军王妃 什么呀 anged 你大胆 从今日起 没有朕的命令 长公主不得踏出公主府半步 今日停意到此